七十五歲老翁滿臉是血 已經失去意識 從家裡被送上救護車 但經過搶救還是傷重不治 他屁股擠在他那個箭頭 箭頭那邊 對 然後腳整個伸出來 平房角落 地上 牆上 布滿血跡 觸目驚心 而行凶的竟然是他七十一歲的 親弟弟 有可能他知道爸爸的個性 可能硬來擠他 假裝說要來拜 可是爸爸就可能認為說 你都沒在拜 你都沒在拜 怎麼會拜 人倫悲劇 發生在小年夜 前一天晚上七點多 弟弟來到祖廁想要拜拜 疑似被死者拒絕 雙方爆發激烈口角 七十一歲弟弟竟然持刀砍哥哥 下手之狠 連頭骨都破了 死者兒子說爸爸跟叔叔 因為阿公阿嬤的後事 曾經意見不合 多年來也都相安無事 這次因為拜拜問題 引發殺機 警方動員三個小時後 在南投市逮捕胸賢 那兇賢與死者之間 因為長期感情不目 昨天晚上見面的時候 一時氣憤引發殺機 就快過年了 家人提前團聚 不是喜事是喪事 讓人不神唏噓 記者 陳述陽生李雲杰 轉化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開啟小鈴鐺喔 倫敦